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1号在北京会见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 昨天共同宣布将中马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弘扬传统友谊 巩固战略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推动中马关系开启新的篇章 赵乐际介绍了中方关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成果 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马尔代夫人民议会一道 加强各层级交往 深化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保等方面立法经验交流 为两国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穆伊兹表示 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愿与中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武维华参加会见 武维华参加 武维华参加会纸戴 佛参加は不耗拗ös 武维华参加会有助 武维华参加弹 武维华参加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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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维华参加将 movimento